我們捕捉保姆車了 明明有保姆車可以做捕捉 然後現在做什麼車 現在要做什麼車 嘟嘟 要做嘟嘟車 明明有冷氣可以吹 這麼豪華你只不做 不需要 而且我們這次有地培幫我們直接砍價 殺價 炸到一個合理的價格 帶給觀眾看一下到底做這個嘟嘟車要多少錢 然後他有說就是人殺 我們的錢全部都打給第一天 然後呢 這樣我們全身就Smile 拿了Toki 不要說話 為什麼呢 要疲快 為什麼 不可以講話 因為他會覺得我們是觀光隊 期待 從來沒有做過嘟嘟車 媽媽 你要不要這幾天學到什麼漢語 Sawadika Sawadika是最基本的 沒有 Kongku card 準備了 耶 從來沒做過好刺激喔 Let's go 嘟嘟車 今天這是特別企劃 本來沒有這一part好不好 不完全的 帶給各位看一下嘟嘟車好不好 Let's go 因為做嘟嘟車以前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天來泰國的這個心得分享 整體來說 首爸真的是蠻喜歡這個國家的 只不過有一點吃飯 他們吃的菜色跟我們吃的菜色比較不一樣 雖然說台灣人吃的也不是說特別的清淡 應該可以這樣講吧 可是泰國人是完全中鹹 中辣 中酸 所以有些東西我覺得可能長輩來的時候可能會吃不太喜歡 我們這個年紀吃我覺得還還算可以接受 但是各位能不能接受就要看個人 因為吃的東西這個東西就是比較乖一點 像我剛才有吃一道他們裡面那個涼拌菜 裡面有那個生螃蟹 它是那個生螃蟹下去醃製 真的很好吃耶那個生螃蟹 那個味道有點難形容 反正就是海鮮嘛大家知道 只是螃蟹它是生的 然後下去醃 然後很鹹 非常的鹹 而且他們泰國人非常厲害的是 他們配這些又酸又辣的菜 他們不需要配白飯 像今天我們吃的這個菜就是很道地的泰式菜 那小朋友可能只能吃炒飯 好啦 我們現在要在路邊等這個租租客了 小他群 小他群 他沒有那個渡渡車啦 他剛剛那個泰國朋友他就先去 他騎他的渡渡車去到那個渡渡車的那個站 因為那個站裡那邊有點距離 那他去那個站那邊叫兩台渡渡車過來接我 他們說那個渡渡車啊 如果你是觀光客的話 要小心會被卡影 就是他們有可能會漲價 而且那個價錢是隨他們喊 那個range很大 但是像我們剛才這樣做 我們一台是四個人喊 200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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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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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就很像摩托车 后面有一个摩托车 它很像在玩那个游乐场的动物车 投那个十块钱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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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